尖叫聲此起彼落 自由落體 不管大朋友 少朋友 都愛玩 拿起水槍互相噴水 迷你版水樂園 孩子們玩得不亦樂乎 把握中秋假期 家長們吸家帶卷 帶孩子來放店 碰碰船等了二三十分吧 三分鐘就八十塊碰碰船 沒有想像中那麼優惠 大怒神 以為帶泳英 泳英有沒有很客氣 有 受不了室外天氣太熱 也可以躲到室內消暑 他想坐前面沒坐到 所以他覺得有點難過 下午一點多 就是外面很熱才進來吹冷氣的 反正是我們還躲在這邊 小飛車 小飛龍 咖啡杯 好像滿多的 中秋三天假期 北市兒童新樂園 推出限定一條街市集 以及新荒門票一百二十元 一票唱完 園區內還不時有街頭表演 閉緣也延長到晚上九點 預估大概一天會九千人入場 那跟108年就疫情之前 比較大概少五六百人 連續假期會往中南部旅遊的 北部民眾會稍微多一點 萬聖節裝滿大遊行 力保樂園看著年假帶動親子商機 十二歲以下海頭門票只要九十九元 開園前已經有排隊人潮 我們整體的度假區人潮 預計今日會湧入三到四萬人次 大強廉價出遊商機 主題樂園推出各式入園優惠 一大世界遠雄海洋公園 裝滿跟嫦娥相關角色門票免費 六福村則是原價的九百九十九元門票 下殺四百九十九元 建湖山則推九月十月 發票對眾三個八門票二九九 小人國籍西湖度假村 十二歲以下只要一百元 各家業者享盡花招 從九月底的中秋連假到十月國慶 要吸引遊客走出門來遊玩 進行我留配女方詞採訪